南投市福星里茂洛西桥下 日前接获公务段公告通知 禁止停放车辆及私人物品占用 但此空间向来是当地居民停车及老人休闲的场所 公告令当地民众感到困扰与不便 议员蔡宗志接获澄清 一级与相关单位前晚会刊讨论 期盼可以解决民众困扰 因为这个在上几天总体也找到这些居民 会认真说公务局要把这些地方收藏 外国的居民停车 会造成这些居民停车问题 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刚才跟公务局这边 差不多说这在95年就依照在我们四公所管理 希望说公所和我们好人立志的社区 我们这些居民 大家把你的车都弄得好 把每一个地方的环境 我们自己住的地方自己拼 希望不要再造成环境污染 再导致公务局还会动到 市公所还把土地收回 经过议员 立委办公室主任 公务段人员 南投市公所及当地民众 共同讨论及商议之下 公务段将暂且撤下公告 并给予时间让民众找到因应的方式 结论是我们先把公告撤离 公告撤离的部分我们要配合公所 他去做整个回去之后 看看他整个社区怎么规划 可能三个月半年 主要就是让民众能够尽快的去找到 他因应的方法 比如说那个吊车的部分 他要找地去停放他的机械 他必须要有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时间 那不要让他措手不及 然后把整个桥下的空间 能一个整体让公所去规划 然后社区发展协会 希望在这一个桥下的空间 做多用途的使用 看是停车场 或者是老人休闲的聚会场所 这个再按规定来 做一个统筹规划 另外议员也提醒民众 桥墩目前有张贴或悬挂 广告不调及旗帜 请广告商近日内进行拆除 避免受罚 我们现在这个桥墩的部分 现在有很多广告商 都来把广告带在这里 希望说 这广告商是不是说 你自己可以在这几天 来把你的广告招牌 都给他贴收回 不然我们现在公罗局这边 的法国文你如果没来贴 他们自己派他们的工程队 来把你这些广告招牌 都给他回收回 帽洛西桥下的空间 是福星里民重要的空间利用 及休闲场所 期盼在相关人员的处理 及当地民众的积极配合之下 维护好当地环境清洁与卫生 创造民众舒适而幸福的生活空间 民意新闻林家会南投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华